数不多,毕竟现在的化妆技术太强大,很多女艺人一卸妆,完全是另一副面孔,但有一个人的美,几乎得到了全国男性同胞的一致认可,她就是高圆圆,1979年出生的高圆圆,再过两年就满40周岁了,但从她的外形和气质上看,完全没有一丁点老态,反而是更加优雅,从容,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令人着泥的气息和味道。 高圆圆不仅美在气质和外形,除此之外,她还拥有非常高的情商,这一点,从她在节目中的谈吐便可以看出,高圆圆曾经做客国一档小崔主持的访谈节目,小崔在节目中,问了高圆圆这样的一个问题,现在有很多男生都很优秀,有人喜欢把他们称为钻石王老五,但我更愿意把他们称为圣男,我想让你告诉他们,这个社会到底是只有你一个高圆圆呢? 还是有五百多个高圆圆正等着他们呢?高圆圆听完先是略显羞涩地笑了一笑,随即回应道,我觉得,其实现在坐在演播厅里的我不代表完全真实的我,因为现实中的我,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,所谓的女神之类的说法,都是因为隔着遥远的距离,你不要去爱一个与你隔着遥远距离的人,其实应该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人,能够跟你好好过日子的那个人。 说完,高圆圆或许是怕自己刚刚说得太啰嗦,于是还不,忘补了一句,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。 很多网友在听到高圆圆的这个回答后,纷纷表示陆转粉,夸他情商太高。 Strong一句我说明白了吗?而不是你听明白了吗?情商是真高。Strong也有网友拿赵又婷调侃,Strong赵又婷夺妻之求不共戴天。 Strong还有网友说得更加直白,只是这画面,有点太美。 Strong通俗地理解高圆圆的意思是,生活中他也是一凡人,也要拉屎放屁。 Strong通俗地理解高圆圆的意思是,生活中他也是一凡人,也要拉屁。 Strong通俗地理解高圆圆的意思是,生活中他也是一凡人,也要拉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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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